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后面里的陈小雨 又到了我们今天早盘的时间 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欧美股市昨晚收盘的情况 欧美股市昨晚多数时间下跌 主要是欧洲的股票跌的比较多 跌幅较大的是俄罗斯、英国100、葡萄牙、南非、波兰、瑞士 降的比较多是布拉克指数、商品指数、纳斯达克100、纳斯达克、标普500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今天亚太地区的开盘情况 亚太地区开盘的多数时间下跌 账幅较大的目前是巴基斯坦、台湾加全指数 跌幅较大的是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情况今天早盘是冲高快速回落 目前是震荡的横摆当中 到10.56之后如果还是没有转上的话 基本今天收益线就已经定了 从前边的昨天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创了新低的是吧 那么今天也在创着新低 现在已经是处在了一个主跌浪 那昨天我们画了一个线 这个线已经被跌穿了 所以说就非常非常关键 已经不带伤确实了 所以这个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接下来指数的下跌就开始了 尤其是两天之后不能回到这个商势线之上 那就更不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和资金的状况 从趋势角度来看 目前下降动能是加大的 然后庄家基本已经消失了 但是没有青色出现 如果青色出现的话 基本就会具备持续下跌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马骨开盘的盘面特征 马骨开盘到目前为止 收于1546.94 下跌了8.02 跌幅在0.52 其中实现上升的股票是466只 下跌的股票是358只 平盘的股票是370只 从行业来看 今天大多数行业还是上升的 所以说一会可能就会回来一下 今天领帐马骨是energy 今天油气股起比较多 那领跌的是industry industry跌比较多 还有consumer跌的也比较多 今天的housecare出现小幅上升 科技也是小幅上升 没有发挥拉动指数的主要作用 银行股今天继续的下跌 对于指数的向下拉动 是比较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energy这个板块 energy这个板块看到今天 5218有启动 但它是反弹还是反转 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它的资金的情况 资金情况就还是不错 但是因为散户没有消失 所以说它的上升是没那么多的 708今天庄稼有明显增加 7253今天就没有炒价 T64今天炒价增长一点点 今天就是基本跟之前没有什么特大区别 就是今天盖着上了 盖着轮胎上了 今天的油气就起的比较多 主要是一些蓝筹在带动 然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technology 还有这个healthcare这个行业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今天是领账的 然后看到它的指数呢 开盘就是上冲 其实在昨天的出现小幅下跌之后呢 今天就有点恢复 庄家的就有小幅的增仓 今天仗的比较多的 你可以看到是0020啊 0050啊 那我们需要看它的上升是否可持续 如果庄家有增仓的话就是可持续 0050的最近表现还是不错 庄家一直是比较高的水平 0022的话今天庄家也有增仓 0064的庄家明显增仓 0123庄家也有明显增仓 然后今天的手套呢就出现了反弹 那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呢 我们依然需要去看一下 其实今天跌的呢 像5168是吧 这是四大天王当中的 1081的是疫苗股 7090也是疫苗股 7148也是疫苗股 那疫苗的今天就云落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今天仗的比较好的这个医疗相关的股项 0157那0163也起了啊 791也起了 然后753也起了 713也起了 但是起的都不是很多 我们简单来看一个0163 它的情况呢 就是在日线图当中呢 还是有上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个0163 0163来讲呢 今天就翻轻色了啊 就应该要注意一下风险了 今天庄家到目前为止呢 虽然是股价是起的 但是庄家没有增仓 然后以及像719G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7191呢 也出现了轻色啊 基本上昨天讲的 就是已经今天肯定是会出轻色的 对吧 然后753也出轻色了 然后713也是变轻了 但是这个变轻的话 庄家在增仓 是吧 这种情况 它的有效性就需要去思考 如果说变轻之后 庄家是减仓的 那么这种是有效的是吧 有效的 那大多数的手套股 都已经出现了卖出点 那您的手套股怎么样 如果说你还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过来 包括其他行业的股票也可以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影片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请帮忙点赞 转发给你的股友 如果说你想要 购买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不打我们的热线 然后今天呢 已经是25号 基本上离着 涨价也就是五六天了 对吧 如果说你打算拿股票的钱来买软件的 那基本上就要开始套利一些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要bank in的 基本上是最后一天 这个礼拜五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293031是公共假期 银行是不开的 很多人可能考虑要去度假 所以说呢 要提前安排好 好吧 那今天我们的早盘解析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